近月楼市又转旺,新盘低开随即再现抢购潮,二手楼价回升,业主频频反价,然而,小市民最深置业梦的同时,亦应留意欧美经济转差,及港府有可能再出招为楼市撲火。 经济学者关却照接受《文汇报》记者访问时指出,美债息倒挂,显示美国经济有衰退危机,德国采购经理指数PMI下跌,引发市场忧虑欧洲经济进一步转差,欧美股市前日已普遍重挫,而中国经济也有下行压力,香港经济最终都会受到影响,唯香港一般都会代外围爆煲后才会浮现所受影响。 他指出,本港楼市于首季无论是价格及成交量都见足底反弹。 相信是因为中美贸易战有望解决,加上港府将公私营房屋兴建比例由73比改为64比,令人感觉私人楼供应量会减少,而且美国联储局表明今年不加息,都令市民担心未来楼价会再上升。 加快入市决定,他认为,现阶段来看,去年8月至去年底的楼市调整期已完成。 相信旺盛会持续至次贵,了CCL楼价指数会回升至去年高位的188点。 至于下半年楼价能否再突破去年高位? 他指,一切要视乎外围经济表现而定。 如果外围经济爆煲,香港经济及楼价亦难免受影响。 对于港府有意再出招为楼市撲火。 关却照表示,过去数年已多次在需求管理上出招压楼市。 可惜只会令二手盘员供应减少。 进一步刺激楼价上升。 美联物业住宅部行政总裁布小明亦认为, 政府多次出招压楼市都无阻楼价上升。 加上二手楼业主不能将新盘有发展商提供高成数按揭。 反而令二手盘员供应减少。 刺激楼价向上,及大旺新盘成交。